俄罗斯再度禁止石油出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澎湃新闻消息说 此前俄罗斯在三四五六几个月 都曾经禁止过石油出口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刚刚打开了一个小缺口 允许石油短暂的出口 没想到马上俄罗斯官方又发布消息 说未来的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石油进一步的不允许出口了 这个新闻让很多人有点迷糊 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呀 尤其是两年多以来的俄乌战争 我们经常说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了 为什么战争越打石油价格越飙升 俄罗斯出口的石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所以前两天的消息告诉我们说 俄罗斯在2023年底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12500美元 正式步入了高收入国家 俄罗斯的购买率平价GDP 甚至来到了全球第四的高位 也就是说俄罗斯这两年的经济 完全靠石油支撑着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自断一臂 不允许汽油出口呢 大家搞清楚 俄罗斯不允许出口的呢 是汽油而不是石油 石油和天然气层面上 俄罗斯巴不得再多多出口呢 尤其是此前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官员就说啊 化石能源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根本没有什么三五十年之后 人类就没有石油了 这一说 所以俄罗斯要趁这个机会 越多出口越好 但另一方面呢 汽油和石油是不一样的啊 汽油是要经过冶炼加工 才能使用的 以往啊 俄罗斯境内确实有不少的冶炼厂 生产出来的汽油足够本国使用 但是由于战争啊 乌克兰最近获得了很多美西方给予的最先进的武器 他们集中的去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 导致俄罗斯汽油生产啊 大大减少 在这个状态之下 有点捉襟见肘了 所以俄罗斯国内汽油供应不足 而且价格飙升 对于俄罗斯来讲 现在本来就是战时 俄罗斯最担心的呢 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毕竟俄罗斯现在是要以一己之律 对抗整个西方世界 所以俄罗斯表示说 那既然本国国内的汽油都不够用了 别出口了 通通留在国内销售 以便保证国内老百姓呢 能以比较低延的价格购买到汽油 这对俄罗斯国内经济稳定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想 俄乌战争两年半之前 刚一开打 马上卢布的币值啊 迅速的贬损 很多人都是有记忆的 90年代初 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 导致俄罗斯卢布一夜之间一落千丈啊 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被化为泡影了 所以俄罗斯人对物价飙升 是有痛苦记忆的 因此俄政府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努力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 不管是汽油还是其他商品 而美西方其实曾经打过的算盘就是啊 我所有的商品都不出口给你 导致你国内供应紧张 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自然价格会涨上去 那么俄罗斯就从内部瓦解了 可是美西方没想到 我们中国有大把的商品 正愁没有需要录呢 我们正处于产能过剩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把大把的商品 统统都卖到俄罗斯去 而对俄罗斯来讲呢 这才是他不惧西方制裁的底气所在 因此汽油价格高了 就不要出口了 保证俄罗斯老百姓的使用 这才是最重要的